按照惯例呢 开头还是先送大家一句话 你永远无法学透一门学科 除非你再学一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先别急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我们会一一解释到 我们接下来先看课程的目录 课程目录也按照惯例 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会为大家解释 我们为什么要学多元思维 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 多元思维的科学原理 最后给大家讲一下 科学思维的 多元思维的训练方法和课后小作业 前两年有一本书特别火 叫超预册 超预册里面 他就讲了有两种专家 一种叫赤威型专家 一种叫狐狸型专家 那个超预册的作者 泰勒就做过一个实验 让一群专家对未来10年20年做预测 他们经济学领域的就预测经济学问题 气象领域的就预测气象问题 然后呢 20年后 再来看这些专家的预测 结果发现 绝大多数专家 他们果然是专家 那个砖头的砖 就是他们对未来的预测能力的准确度 甚至还不如随机泡硬币 来得更加准确 但是有一小撮专家 这一小撮专家后来被泰勒命名为红利型专家 这一小撮专家的预测准确率远超 赤威型专家 而这个所谓的狐狸型专家 他跟赤威型专家的区别 并不是他的专业水平比那个赤威型专家要强 相反 恰恰相反 赤威型狐狸型专家 他的专业领域的水平往往不如赤威型专家 但是他们对未来的预测 却远远高于对自己本行业未来的预测 远远高于赤威型专家 赤威型专家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书呆子 其实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 赤威型专家他心中只有一把锤子 他把专业学得非常好 他就是书呆子 看什么都像钉子 而狐狸型专家 他可能就没有赤威型专家那么专业 但是他的知识面非常广 他心中有很多小主意 他也不排斥新的看法 他知道自己的无能 他认可世界的复杂 所以他看问题会角度更多 然后呢也更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 接受一个新的看法 接受一个新的事物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出更加准确的未来预测 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更大 罗胖曾经对牛人做了一个定义 他说三牛的专家就是那些所谓的分工型学者 他专到自己的小角落里面满嘴的学术名词 他就没有跟外行沟通的能力 他没有办法把专业的学术名词通俗化的讲给别人听 讲给外行听 这就是三牛的专家 二牛的专家呢 他谈什么都赞 二牛的专家他谈什么都铁口子蛋啊 对很多问题有明确观点 这种名气啊 这种专家往往名气很大 因为媒体喜欢 一牛的专家他脑子里有无穷无尽的问题 对自己现在的答案也有无穷无尽的怀疑 他在说出一个观点的时候 脑子里会出现相反的观点 这才是真正的牛人 而这种人名气可能没有那么大 但是在小圈子会有很多业内的高手会非常佩服他 他会得到同行的赞许 比如说像查理王格 比如说像马斯科乔夫斯这种人 他们在每一个专业领域可能都不是特别强 远远比不上那些刺猬型专家 但是他们的知识面极其广 在小圈子里面大家会非常的佩服他 讲完了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多元思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多元思维到底指的是什么 可能很多人听过 但是没有具体的去想过这个问题 先看传统意义上的多元思维指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从小 我们小时候小孩子他们都是一元思维 就是婴儿时期 就饿了就要吃 疼了就哭 就是异果 一因结一果 慢慢长大后他就有了二元思维 变成了少年儿童 少年儿童为什么会叛逆 因为发现谁骗了他 他就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但是有很多成年人 哪怕成年之后他也停留在这个阶段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成年人 他也会做出很多过激的手段 网上 在网上喷这个喷那个 他理解不了复杂的世界 他理解不了这个世界 不是黑的 黑的也不是白的 而是灰色的 当一个人真正成熟 也就是跟他思维升级以后 能够接受更复杂的多元思维的时候 善恶之间还有更多可能 黑白之间还有无数条过度的颜色 这就是传统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多元思维 这种多元思维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 都或多或少有所领悟 我们来看一下芒格定义的多元思维模型是什么样 圆什么叫圆 圆就是所谓的圆之识 圆之识指的就是底层规律的意思 多元那么就是多个底层规律 多元思维连起来就是 同时使用多个底层规律 来解决同一个问题的思维方式 其实在我们的老主中 远古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是多元思维的 一个人他要学很多很多知识 他才能应对 你看他自己自主 他要种田 他要自己做饭 他要自己打猎 他甚至绝大多数情况下 他也没有货币 一物一物 他要学习经济学的知识 他要学习农业知识 他要学习生产知识 他要学习经营知识 他要学习生活当中的很多社交关系 社会知识 因为他们是部落文明 这也算是 就是远古时候 我们的老主中 他们都是用多元的角度 都要学习很多多元的学科 但是随着我们工业化到来 人类的知识总量越来越大 人类知识总量越来越大之后 一个人就没有办法学习多的东西 然后就产生了分科自学 分科自学就被称为专业主义 然后最近我们这200年的工业时代 都是分科自学的时代 但是到了我们现在 因为分科自学发展的越来越细 万事万物之间的紧密的联系 就越来越冲突了 其实本身万事万物就是联系的 只不过我们工业时代为了简化 但是到了我们互联网时代 万事万物之间联系 又比以前更加紧密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用一个专业的问题 来解决 来解决 你那个专业面临的所有问题 我们可能还需要其他的学科的知识 来共同去处理这个事情 也只有当你把不同学科的规律方法 都用来解决同一个问题 你才有可能触发那种综合效应 芒格称之为Lola Ploude的效应 意思就是多方面思维的叠加 它可以产生更大的威力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 一加一大于二 就是这种效应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多元思维的科学原理 第一 知识的诅咒 大佬他喜欢模式 喜欢校女 他就会导致我们大佬神经元形成那种六度分割的小世界特性 这样就导致一种结果 你知识越多的人 你的思维遮蔽性反而越强 这个知识越多指的是在相同领域的知识越多 你的思维遮蔽性反而越强 这就是所谓的知识的诅咒 第二呢 远距联想 所谓远距联想 就是把两个相隔很远的知识模块重组 如何让知识模块相隔很远 答案就是建立多个以不同原知识生长出来的知识体系 或者你可以叫知识术 这就是俗称的跨界思维 这两个理论我们在之前就已经反复讲过 今天我就不详细讲了 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世界原理的构成模型 这些原点 每一个原点就类似于我们大脑的神经元 然后因为大脑追求效率 追求模式 追求捷径 它就必然导致这有一些原点 它比别的原点跟连接的线更多 那它就会效率更高 效率更高 它就变成了一条捷径 然后大脑的神经 电信号就更喜欢走这些捷径 那么这些神经元节点 它只占大脑那个储备的一小部分 然后就会形成了 你老是去走捷径 然后也只总得走捷径 那么渐渐的你就会被这些捷径给屏蔽掉 就形成了一种局限性 今天的重点是讲多元思维的训练方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多元思维该如何训练 好 先送大家一句话 永远开放 拥抱不确定性 接纳多样性 这是建立多元思维的一个前提 要想建立自己的多元思维 我们先要学习三个认知前提 你必须得接受这三个认知前提 把这三个认知前提 涨到自己的大脑里面 形成一个自己固有的价值观之后 你才有可能真正运用好多元思维这个工具 这套方法 第一个要成长思维而不要僵固型思维 成长型和僵固型是我们认知科学当中的一个概念 就有些人他是成长型思维 他认为就是自己的大脑会不断成长 只要自己经过训练就会不断的生长 不断的进步 而另一种人认为天赋 与生俱来已经决定了 我学这个学不好 我学数学学不了 那我肯定就是自己没这个天分 然后他就会 他就会过于依赖自己的天分 自己的天赋 然后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已经决定了 自己的努力示好不起作用 我们今天要说的 人的大脑 我只针对大脑 不是说他个人的成功 或者是思想的多少 就是人类大脑的结构 他也是一部分看天分 另一部分看后天的学习 就像第一节课 我跟大家讲过一个实验 就是小老鼠 小老鼠都是一样的 后天生活环境复杂的小老鼠 他们死后他们的大脑皮层也会更厚 就是我们的大脑是在不断的生长的 哪怕你已经成年 哪怕你已经中老年了 只要你不断的学习 你的大脑就会不断的被重构 你的神经元会不断的生长 会不断的长出新的结构 这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认知信念 你有这个认知信念 认为大脑是可以改变的 大脑的神经结构 如果你有这个信念 就是你的基因 你的天赋是可以训练可以改变的 那么你最终能达到成就 就跟那些 总是认为人都是天生的 和那些人会有巨大的差别 这个叫认知信念 因为认知信念不一样的人 他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一样 而正是这种要求 他最终会限制你 成为限制你达到的 最终会限制你能够达到的天花板 有一句话是李向来老师说的 我觉得用在这里特别合适 他说什么是普通人 所谓普通人 并不是说他起点的普通 而是说他一直在用普通人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 而最终导致他永远只能作为一个普通人 这就是第一个认知基础 要成长型思维 不要僵固型思维 第二个认知基础 相关性 它不是因果 以前我看到一个研究报告 他们说经过大规模的研究 发现 旅行越多的孩子 这是美国的一个研究 旅行越多的孩子 然后成长之后成为富人的概率也越大 所以 文章的最后结果 结论是 旅行越多 越容易成为富人 所以旅行多 对成为富人有帮助 所以给家长的建议是多带孩子出去旅游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有人就对这一调查进行了复盘 发现那些最终成为富人的孩子 他们的家庭本来就是精英阶层 或者中产阶级以上的富人 初级富豪或者本身就是富二代 他们之所以在学生的时候旅行非常多 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有钱 所以你说是旅行多导致了孩子们成为富人 还是他们的家庭本来就富有 拥有更多的资源成为富人呢 所以啊 貌似有道理 它可能只是相关性 相关它不是因果 类似的例子啊 我还看过很多啊 不靠谱的公号文章 那就更多了 我再说一个 游泳死的人越多 蛋糕销量也越大 这也是美国的一个调查 市场营销团队做出的一个惊人的调查 结论就是 他们觉得游泳死会导致蛋糕销量大 但是也有人做过复盘 最后的结果是 最后的结果是 为什么游泳死的人越多 因为夏天嘛 热嘛 越热 游去游泳的人也就越多 去游泳的人越多 当然游泳导致死亡的 总人数也会越多 那这个时候 跟蛋糕的销量 多少 没有任何恰好 游泳的人多 与蛋糕销量都处在夏天 因为他们美国那个州的人不喜欢冬天吃蛋糕 就这个就这么简单 但是总会有一些人想搞个大新闻 发现一个好像从来没有人发现的很古怪的一些结论 然后就把它弄出来 其实他们只是相关 而不是因果 为什么他们会产生这种把相关当做因果呢 因为人类的思维啊 它是线性的 他总是默认把两个有关联的事 然后当做因果关系 他在想 那为什么游泳的人越多 游泳的人越多蛋糕销量越大呢 这两个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他们就会天 如果说你没有经过思维训练 他就很容易觉得 就很容易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只不过他自己没有办法说清楚 他自己甚至会去脑补 甚至会去编造一些逻辑关系 那些民科啊 民间科学家都是这么产生的 第二个认知基础呢 就是我们要把相关性 而不是因果关系来作为你的默认选项 这是我们进行多元思考的基础 当你再次看到两个有相关 好像是正比 或者好像是反比的两个事物 它是有相关 但是你要你的默认选项是他们之间就是相关性 相关不代表因果 把这一个认知信念作为你的默认选项 这是你开启多元思考的一个基础前提 第三世界是非线性的 单因单果就是线性 前面我们刚说线性思维 就是一因导致一果 就是我们说的线性思维 多因多果就是非线性 其实我们世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非线性的 而且也正是因为非线性才造成了我们现实 世界的无限的多样性 曲折性 突变性 以及演化性 这样也就形成了贯穿我们物理学 数学 天文学 生物学 生命科学 空间科学 气象科学 环境科学等广泛领域 他们内在的联系 因为多因才能导致一果 或者一因导致了多果 那他就是必然是跨学科的 这是非线性系统的一个共性 把你的认知信念从单因导致单果 转换成多因导致一果 或者一因导致多果的非线性 是开启多元思考的另一个认知前提 其实我们不仅可以从西方的科学角度来理解 我们也可以从我们东方的哲学来理解 脑子中他就说 有物浑尘 先天地生 其实指的就是混沌 混沌它并不简单的等同于混沌和无序 它是万物浑尘尚未分离的状态 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它本身就包含着差异和多样性 是秩序和无秩序和学与不和谐的统一体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前面刚刚讲的世界是非线性的 是多样性的 然后多因导致异果或者或者一因导致多果 它就是万事万物互相联系 混沌一体 所以也没有哪个专业的知识 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现在越来越强调这种不分边境要性 现在是越来越强调这个 这也是为什么 就现在有一个叫混沌大学的培训机构 非常出名 它为什么要取名叫混沌 也正是因为它提倡打破知识的边界 用多元思维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 好 我们来看一下多元思维的一般训练方法 多元思维我们前面讲的 元就是底层规律 多元就是多个底层规律 多个底层规律 那就是不同的跨界跨度很大的学科 所以我们的一般训练方法 那就是从多个学科开始学 比如说 Windows电脑 如果你不换成操作系统 你不换操作系统 永远也装不了苹果商店的软件 一个处在 一个从来没有学过西方的各个学科 只在东方的学科里面打转了一个人 哪怕他的水平再高 他也没有办法 直接把西方的一些工具拿来应用 西方科学里面的工具拿来应用 因为他没有学西方 底层科学的一些东西 底层规律的一些东西 他要从西方科学史开始学 他才能 人脑也是这样 要拥有一颗多元思维的大脑 你必须得有多个操作系统级别的知识体系 有一句话叫 如果你不学会第二门语言 你永远也无法真正理解自己的母语 语言他就是一个操作系统级别的知识 设练越是广泛的人 头脑就越开放 也越容易从多个底层思维出发来思考问题 比如我们前面讲的红利型专家 像查理芒格 马斯科 还有西蒙 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 像芒格自己 他自己的多元思维理论来源 主要是两大内学科 一内是数学和物理这种需要严谨 严谨逻辑的硬科学 另一内是心理学和经济学 这些实用性很强的软科学 如果说你要建立一个更加多元的思维 去理解这个世界 那我们也可以参考芒格这种学习态度 就是一手抓严谨的硬科学 另一手抓实用性的软科学 比如说你可以学一门物理学 物理学的基础知识 你至少要学会 然后你又想到商业世界里面去做一些事 那你还得学经济学 那你把物理学的知识运用到经济学 那么这个就叫多元思维 有没有人这么用呢 而且很多 比如说量子基金的创始人索罗斯 为什么叫量子基金 量子就引用的物理学概念 再比如说马斯克 马斯克他用物理学的第一性原理来 要来思考他的商业逻辑 思考他很多关于商业的想法 只要是物理上能够实现的 他都会不择一切手段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还比如说我们国内的混沌大学创始人 李三游教授他也是把物理学当中的量子学理论 还有一些还有一些牛顿物理方面的理论 然后把这些东西运用到商业实位上来教大家 所以混沌大学它是一个商学院 但是他会讲很多关于物理方面的知识 说完了这些在大尺度上的应用方法 我们看一下在小尺度 微观尺度上 我们该如何具体的操作来学习多元思维呢 第一个 越是底层的知识 它越抽象 越底层的知识越抽象 这个PPT上有句话写错了 有两个字写错了 越是底层的知识 越抽象 而越抽象的知识 它就越容易迁移 我们在前面编码思维这一章专门讲过 这个道理还举过一个例子 这里我就不细说了 第二 人脑它更容易找不同 找相似 而不是深度推理 这个在编码思维那节课也讲过 大家忘记了可以直接去打开编码思维那一章 第三 用主 第三 用一阅读的方式找相似 更容易提炼出更底层 更抽象的知识 用主题阅读 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 第四 把抽象知识 运用到其他相近领域之后 再逐步迁移到更远的领域 你要跨界迁移 那我们要 渐进式的迁移 把物理知识迁移到化学知识 迁移到生物学知识 会比较容易 但是你一下把物理学知识迁移到经济学 可能会难度比较大 所以呢 把抽象的知识 进行迁移 我们也可以一步一步来 我们来看一个多元思考的辨析题 你同意成年人有权处自自己身体 这个观点吗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看到这句话都会同意 因为我们都是处在这样一个现代社会 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 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嘛 如果你同意上面观点啊 就等于你同意了买卖器官吸毒合法 因为我们有权处理自己身体 那我自愿原则啊 我自己卖自己器官 关你什么事 我自己吸我的毒 伤害的是我自己的身体 跟你有什么关系 如果说你不同意 你同意了上面观点 但是你又不同意成年人买卖器官合法 不同意成年人吸毒合法 等于说 你就前后矛盾了 当你出现这种矛盾的时候 你是如何来思考的呢 如果你能同时同意以上这个观点 而且还能够理解它们存在的意义 那么你就离多元思维不远了 第二道编辑题啊 芒格他说啊 他问了别人一个问题 有一对苏格兰的老年姐妹啊 他们继承了一家鞋厂 给年轻人的问题是 如何做才能让鞋厂的利润最大化 学生们有人说啊 要加紧这个老年姐妹 就是要加紧学习经营知识了 他以前就是普通的老年姐妹啊 有人说 哎 那个经营知识可能已经学不会了 因为太老了 那就得花高薪去聘请最好的职业经理人来打工 来给他做CEO 还有人说啊 我们可以让工人自制啊 就是让工人自己自制 就像司控一样 自组织一样 但是这些解决方案啊 都没有跳出一个基本前提 那就是他们都在经营里面去思考解决方案 都在想这个经营问题 而芒格给出的答案是 要想让利润最大化 那么直接把习厂卖了 让资源自建给配舞动他的人 才能够创造最大的价值 这才是真正的利润最大化 原本这只是一个经营问题 芒格用资本手上 资本市场的手段给解决了 这就是多元思维的魅力 这是一本创新者的思维指南 第四个模块是多元篇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多元篇 多元篇是教你抽离出 单一底层思维的信念 同时运行多种操作系统 同时接纳多种运算结果 这本来就是我们真实世界的真实面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多元思维学习课 这整门课的结构 整门课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这个PPT的左边的图 整门课分了四大模块 第一个模块呢 是启动篇 来帮助大家启动学习模式 很多人 知道学习的重要性 但是没有办法走出第一步 所以启动篇是适合一些 学习的初级阶段的 第二阶段呢 第二个模块是固化篇 固化篇是教你如何专注于一点 做金刚传 而不是做万金油 这是一条成为专业首艺人之路 第三个模块是重构篇 重构篇是教你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之上 再创造再创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20个学习模型 他们很多是矛盾的 或者是说他们不能同时使用 如果你要把它运用到一个人身上 一个你的行为身上 一个技能学习身上 它是他们得处在不同的阶段 用不同的思维 而不是每一个思维都能运用到所有的情况 比如说模块二当中 心流思维教我们要专注 你才能学好手艺 而在重构篇当中的随机思维呢 要教我们发善 去制造一些杂念 比如说 简洁的小空间 它就有利于专注 而混乱的大空间 有利于你产生灵感 灵感必须是 大空间 再比如路径思维教我们 沿着以前的路走 这样可以走得更轻松 但是后面的随机思维又教我们 要走不同的路 走新路 这样有利于我们创新 再比如在双核思维里面我们讲 再比如在双核思维里面讲 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给潜意识 去后台运行 比如说晚上睡觉前 我要想一个事 想白天做过的事 没有想通 然后我用五分钟把它的细节 把它的整体架构过一遍 这样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的潜意识会帮我去想这个事 这是双核思维 但是到了结律思维 我们就更加注重效率 结律思维是在固化片 所以我们就注重每隔一个周期 学习周期57分钟 我们就快速休息 快速休息之后再学习 重找学到晚 我们的结律 重找学到晚 但是中间也有短暂的休息 在绝逆思维 大家可以具体的去看 它跟有很大的不一样 双核思维更加水溢 而结律思维更加规律 这个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目的 或者说我们有 我们处在不同的阶段 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 你要同时理解 这多种矛盾思维的合理性 而且能够依然能够应用它们 这才是多元思维 这才是你真正学会了 多元思维学习法这门课 多元篇呢 接下来的四个思维模型是 横向思维 逆向思维 系统思维和互信思维 这四个思维啊 都是属于多元思维的 补充思维 所以呢 我们把它 统称为多元篇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啊 今天我们掌握了 多元思维的来浓和去脉 给大家总结三个小点啊 第一 真正的牛人 它永远保持头脑的开放性 永远接纳多样性的世界 第二 世界它不是因自一果 而是多因自多果的复杂系统 第三 解决问题的终极智慧 是需要跨学科的多种知识 来同时处理的 今天的作业就是 仿造多元思维的变析题 写一个自己通过多元思维 来获取认知升级的案例 并且分享到小社群 最后呢 再送大家一句话 检验一流自立的标准啊 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 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 还维持正常形式的能力 这句话是了不起的盖茨比 这本书的作者啊 杰茨·菲拉德写的 这句话同样也被 我非常敬爱的一位老师 万维刚老师 作为他的座右铭 这句话送给大家 好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